上班了兄弟们 我的挖机日常开始了 元气满满的一天 昨天领导说计划今天把这个沟槽给它灌通 待会我们破碎这个路面 昨天下班之前把挖机就停到这儿 就现在我们开门上挖机 开启今天的挖机日常 来吧兄弟们 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子 踏上我这一平米的驾驶室 小水杯抢上去 小包搁这儿 拿出我这万能的钥匙 通电 然后我们给挖机着车 先让这个发动机着一会儿 我们把玻璃擦一擦 玻璃太脏了 玻璃上面都是泥点子 前天不是扩宽那个警示吗 破碎锤一砸 这给泥全上来了 给这显示器也擦一擦 完事儿 这车要是装的成啥 个得好 直接给它挂后边去 手机也是给它放在支架上 坐下来就舒服了 现在我们准备安装破碎锤 先把颤抖给它卸掉 小挖机啊 干这些活儿就是 一会儿破呀 一会儿挖 就是比较繁琐 幸亏我这机子还带个液压快捷 这就方便多了 大家注意看 颤抖就卸掉了 好像领导过来 有啥指示啊 带北茂的领导过来了 不管怎么定 我们先按锤 现在不砸掉 这砸掉了 我转了 拉开钩子 那红领导都没打掉 对不对 啊 你先转转看 又啥地方 这看嘛 谁有那东西 这砸掉了 都是打开红领导 拉开钩子 就进不来 就扰拳子 那再没啥弄的呀 我能先停着吗 那豪虎装着 大清走的 然后又弄过了 哈哈哈哈 那下午能砸了不 哎呀 情况有变啊 兄弟们 领导说了 这个路面先不砸 还得过东西 用料 哎 这直接影响了我今天的GDP啊 半天换锤白换了 再换回来吧 还行 兄弟们 上午算是买白跑 领导又给找点活 端了两块水泥板 待会去给他单上去 搞了两块 一次只能单一块 所以说让工友们先卸掉一块 不用车子 下大会 不用 我呀 得想个烦 别让工地这些哥们受累了 就不用他们往这个小推车上面倒了 试一试啊 不一定能成功 我们看一下 我打算把盖板和蝉斗 就这样放着 把蝉斗给它卸掉 然后呢 把挖机绕到蝉斗后边去 就直接这样 把蝉斗给它掉过来 这样的话 这个水泥这个板啊 就不离开蝉斗 不用人来回搬 我就这样 直接给它这样正着 把蝉斗一安装 到时候我们就直接给它 端到那个安装的地方 就没啥问题了 还行啊 兄弟们 只要这步做到了 也就算是成功了 有时候啊 在工地 我们多动动脑子 干活的工友们啊 就会轻松一点 好的 兄弟们 现在我们开始 给它往上安装这块水泥板 这种安装方法呢 之前我在作品里边 也给大家说过 特别好安装 特别简单 主要就是挖机要平 动作要慢 利用大小臂 蝉斗 给它慢慢的往里边升 好嘞 好的兄弟们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机日常 我们下午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